大家好,我是阿米,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于2月27日表示 从3月1日起,通过主要水道的满载和压载船的通行费将增加5%至10% 加息是与全球贸易的显着增长,船舶经济的改善 苏伊士运河水道的发展和过境服务的加强相一致的 SCA在一份通知中说 原油和成品邮轮的正常运输费用将增加5% 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费用将增加7% 较小尺寸的液化石油器和化学品船将增长10% SCA目前还在尝试扩建苏伊士运河的部分区域 目标是在2023年之前完成 计划包括扩建运河的第二条通道 并扩大位于Great Bitter Lake附近的现有部分 Evergiven集装箱船在那里搁浅 去年3月,这条航道被封锁了将近一周 据SCA称,这条120英里长的运河连接红海和地中海 是原油、石油产品和液化天然气运输的战略路线 每年有超过18000艘传播通过 根据SUP Global Plus Analytics的数据 在大流行影响贸易流量之前 该运河在2019年运输了约500万桶 每天的原油和石油产品 以及3100万吨液化天然气